消防人員拿起裝備 往火場前線衝 因為還有人受困在裡頭 既然是清禾街 這棟木造一樓建築 傍晚近六點發生火警 或是一發不可收拾 頓時整個房屋全面燃燒 到達現場的時候 火勢已經全面燃燒 甚至屋頂還有 因為它是木造屋頂 木造屋頂有坍塌的情形 消防局出動9車 20人到場 但火勢又猛又烈 整間房屋燃燒太快速 消防員根本無法入內救人 火勢真的當時還是很大 甚至從我們第三面那邊 也有人員從第三面跟第四面 大概三個面向去做搶救動作 找到它的時候 基本上它已經上市了生命距降 家屬表示81歲的死者 有腿部宿急 導致行動不變 由於長期獨居 家屬日前才討論 要將他送到安養院 給專戶人員照護 沒想到卻發生不幸意外 中島有來的那個人 有來的三秒鐘 如果家屬急遭行動 或多點關心 或許就能挽回一條寶貴性命 聽新聞綜合報導